俄兔之间打成了一项重要的合作 将土耳其建为天然气枢纽 但还要面临三大问题 大家好,我是肖云华 欢迎收看云华观点 今天我们来聊聊 俄罗斯要在土耳其建设天然气枢纽 能否顺利实施呢? 随着欧洲的能源危机加重 在不久前的俄罗斯能源州国际论坛上 普京又一次打出了他的能源牌 给了欧盟两种获取天然气的方案 一种是启动北溪二号避线 而另一种则是把土耳其设为天然气的枢纽 欧洲可以从土耳其那里获取天然气 只不过德国还是投铁 直接就否定了重启贝西二号的提议 既然普京提出的第一种方案被否了 那么第二种方案可以安排上了 毕竟这个方案要执行 只需要土耳其同意就行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欧洲目前提出的能源解决方案里边 有一个南方天然气走廊项目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 这就意味着要么欧洲连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都要关掉 要么就享受过境土耳其的俄罗斯天然气 恐怕欧洲最后也只能认了 那土耳其怎么看呢 天上掉馅饼的事当然是同意了 对土耳其来说 只要这个天然气属牛一旦建成 不说立即成为欧洲天然气市场的老大 起码也能够成为市场上居足轻重的一方 这样一来 土耳其当周年商大转一逼不说 在欧洲的影响力也会水涨船高 所以普京提出供气方案的当天 二端就表示支持了 然后双方迅速推进不到一周 就把所有的合作事业都给敲定了 这应该足以证明土耳其有多么迫不及待 只不过到目前为止 把土耳其建设成为天然气枢牛 还是个只停留在纸面上的计划 土耳其想要吃到这个馅饼 恐怕还要面临三大问题 首先就是高昂的建造成本 要把土耳其建设成为新的天然气枢牛 仅凭现在的天然气管道肯定是不够的 必须要铺设新的管线 但铺设新管线就意味着要付出新的成本 无论是时间上的成本还是金钱上的成本 那就是跟美国在抢生意 美国人会同意吗 美国要是不同意 欧盟估计也不会大力支持 那么土耳其要推进这个计划可就有点难了 说不定北溪爆炸事件也会在土耳其境内重演 第三扑朔迷离的俄欧关系 随着能源危机的加重 欧盟内部给俄罗斯重归预好的声音也没停过 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主要成员国的民众 也爆发过多次抗疫游行 甚至意大利政坛都已经因此而变了天 所以最后欧盟会不会突然改变主意 跟俄罗斯和好呢 其实还是个未知数 而一旦俄欧和好重启北溪管道 那土耳其这个天然气枢纽对欧洲就没那么重要了 但无论怎么说 长期以来建设天然气枢纽对土耳其来说利大于弊 所以埃尔多安会想尽办法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 至于最后它是否会如愿一赏 我们还需要慢慢的观察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下次见